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规划你的蒙福人生 在天下杂志的一篇专访中 提到知名生物科技执行长 何雪斑的故事 何雪斑称自己是一个规划魔人 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始终坚信 事前规划万事顺利 在大学时家中经纪 因为创业而捉襟见肘 他希望自己能快点赚钱帮助家里 何雪斑当时和爸爸 一起创立卫生用品事业 大学课余时间都拿来疯狂打工 做过房仲婚礼摄影等等 身为计划控的何雪斑 并不相信顺其自然 认为只要提早规划 加上彻底执行 什么事情都打得到 而就连生小孩也一样 因此在有了生孩子的计划之后 他甚至开了一个生子专案会议 把孕期生产后坐月子等 预计怀孕后将近一年半内的工作都安排好 没想到从确认怀孕之后 何雪斑的身体开始有状况 白雪球指数太高 子宫血快 运起反复出血 严重的运吐 使他开始体悟到无能为力的感觉 一直到某一次发烧 让他失去了这个孩子 但是也彻底的颠覆改变了他的价值观 在采访中何雪斑说到 想起我开的生子专案 好天真 人生才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在失去孩子之后 何雪斑感觉到自己变得柔和 变得更加自由 对于计划不来的事情 他不再那么的焦虑了 很多细节琐事 也不再强求 问其他是否计划迎接下一个孩子来到 何雪斑露出了微笑 这次我选择顺其自然 亲爱的朋友 你也想要为自己规划一个完美的人生吗 故事中的何雪斑 他便再努力地规划 在面对人生的无偿时 他仍然无能为力 可见人生有很多事情 并非我们可以选择的 在圣经中提到一个故事 亚伯拉罕和侄子罗德分配土地时 他将选择权让给了罗德 而罗德选择了非常回窝 滋润的约旦和平原 所以亚伯拉罕只能被动地选择三地 但当罗德离别了亚伯拉罕以后 上帝却对亚伯拉罕说 从你所在的地方 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把你所看见的一切地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亲爱的朋友 亚伯拉罕一生专心仰赖上帝 结果便因此蒙了大福 圣经上说 当你专心依赖上帝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你都要认定上帝 上帝就必指引你的道路 今天或许有人 你正蒙受一些损失 甚至你觉得不再有未来 但是上帝说 不要看环境 因为没有任何的人事物 能影响上帝对你的那个上好的计划 祝福你 当你专心依赖上帝 上帝不要来带领你 走进上帝 为你人生预备的上好计划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并倚靠他 他就必成全 亲爱的朋友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搜寻 心灵蜜豆奶 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卫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